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两岸民众真正得力 在场的台商对李克强总理的发言连连夸赞 称赞总理很亲切也很懂台商 那么清零 你在台北又有怎样的观察呢 是的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 海峡两岸同胞骨肉相连 要形成合力 共同得力 对于总理给出的这颗定心丸 我们来听听台湾经济业人士 和在大陆投资的台商的心声 台股呢 其实这一波今天 九千八百点了 七年半的新高 其实对台北股市的股民来讲 是相当振奋的 那蛮多人会好奇说 是不是跟昨天我们总理李克强 所讲的这番话的关系 当然更重要的是 对接下来台商往中国大陆的投资 我觉得是很正面的 消除他们心中很多疑虑 昨天我们高兴看到了 李克强总理到厦门去 给台商座谈会 也讲了这么一段话 所以给议会政策不会变 签订的合同也不会变 不然是给台商 给台商企业一个电信丸 更重要给我们感到 更放心 更安心 我们再来关注 国民党2016党内初选 在红秀柱开出第一枪后 国民党2016热门人选 依然是太多模糊 有个人就看不下去了 他就是台前卫生部门主管杨志良 杨志良素以敢言文明 在担任卫生官员期间 他曾多次因为健保 进口美国牛肉争议等发言 引发风波 这次他要参选国民党2016初选 言辞同样犀利 自知死地而后生 如果这样的话 我把他搞死他就会生 柯文哲是学杨志良 我当在台大医院当主任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有我们柯批 一边痛批国民党 一边消费柯文哲 杨志良未选先轰动 只是他这种边骂边参选的做法 让蓝营辅选干部既无奈 又不以为然 但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 却表示欢迎 那么到底杨志良这种大炮风格 会不会激励起国民党 去争取胜选党的决心呢 大家都在拭目以待 好的 以上今天来自台北的新闻缩地 河南 接下来进入今日重磅环节 今年3月26号 2015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 天网行动正式启动 本月22号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 头条新闻栏目发布消息 按照天网行动统一部署 国际刑警组织 中国国家中心局再次的发布 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 外逃国家工作人员 以及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 红色通缉令 天不藏间 贪腐没有后路 中国反腐风暴的国际版 正在不断升级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此次公布的百名外逃人员信息 涉及姓名 性别 员工作单位 及职务 身份证号码 外逃所持证照信息 外逃时间 可能逃往国家和地区 立案单位 涉嫌罪名 发布红色通缉令时间 和红色通缉令号码 这种做法在中国上述首次 据了解 这100人都是涉嫌犯罪 证据确凿的外逃人员 外逃时间最早的 可以追溯到1996年 而最晚的则是2014年 其中77人为南静 23人为雨静 48人曾在党政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担任一把手 其他人员包括民警 出纳 银行信贷员等 我们也注意到呢 这次公布的名单当中呢 那么党政的一把手呢 占了将近一把 100名的外逃人员当中 有48人 是担任了党政部门的一把手 那么党政部门的一把手呢 涉及经济犯罪呢 应该说是在我们这个 呃反腐的大的背景下 应该说啊 一个非常 呃可以说是中央和地方 关注的一个重点 因为目前啊 从以前的这个经验来看呢 党政一把手呢 存在着一个大权独揽 那么一个人拍板决定 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 在以往的过程中呢 上级一般来讲监督比较少 那同级之间呢 又监督的不太好 不太得力 下级呢 更根本就不敢监督 所以造成了一个大权独揽的 这样一种现象 就造成了一个一言堂啊 自己这个拍板决定啊 然后最终造成了一系列的 这种经济损失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其实呢 这也给我们的心形式下的反腐呢 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 而从涉嫌犯的类型看 60%以上为贪污和受贿 此外还有农用公款 合同诈骗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 从案发地看 广东 浙江 江苏等东南沿海省份相对较多 从可能逃亡的国家和地区看 最多的是美国有40人 其次为加拿大有26人 此外 新西兰 澳大利亚 泰国 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 有较多 我们知道呢 这次这个通报的100名追逃人员当中啊 应该说 呃 都是涉及到经济犯罪的 其中有一个这个号称 中国第一去探的啊 这样的一个杨秀珠 那么杨秀珠呢 呃 可能很多 观众朋友对他并不熟悉 他是浙江的建设厅的 副厅长 那么这样一个副厅长呢 当年早在2003年的时候呢 是带着女儿女婿 包括自己的外孙呢 从这个新加坡转机逃到了美国 那么当时呢 查清楚的他的涉案金额呢 达到了两亿五千多万 我们也知道在03年的时候 两亿五千多万 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天文数字 由此可见 他给这个所在的单位 包括当地的这个 相关的经济发展方面 造成了多么大的一个损失 同时呢 也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影响 那么这也就直接导致了 2004年呃我们国家直接向国际刑警组织 签发了这个相应的红色通缉令 也就是需要这个所在国能够帮助协查 那么这样的一个事件呢 应该说也是由此开端了一个 我们海外追逃的一个具体的步骤 特别是从14年15年天网行动实施以来 对于这些海外的涉及经济犯罪的相应的人员的追逃工作呢 一直在进行 应该说也是取得了一个丰硕的战果 红色通缉令是由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国际通报 其通缉对象是有关国家法律部门已发出逮捕令 要求成员国引渡的再逃办 此次红色通缉令发布后 中国将与国际刑警总部和190个国家的执法部门 开展密切合作 查找相关人员的下落 并最终将他们击普归案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王健先生 王先生你好 通过刚刚的短片中我们也有一些了解 想请教您 这一些外逃及涉案人员的身份都有哪一些特点 并且外逃的原因一般都有哪些呢 中纪委监察部发布的红色通缉令的确百人上榜 我们仔细梳理整个榜单会发现一把手居多 据整个一个粗粗的盘算 大概有将近50%都是党政的一把手 这一点恰恰说明我们过去反复强调的 就是一把手的权力不能不受制约 另外除了这些一把手之外 我们也会看到榜单上有很多人 有很多的贪官 其实在基层的岗位 有的或许只是一个会计出纳 有的或许只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人员 但恰恰是某些基层的关键性的岗位 如果制度没有很好的制约 也容易造成巨大的漏洞 盘点整个榜单 他们所犯下的案件和罪行 基本上排在前三位的第一贪污 第二行贿受贿 第三就是挪用公款 这三点来讲也确实反映了目前整个 我们反腐败斗争中比较复杂的这三方面的局面 说明在未来我们在这三方面要采取有效的措施 加以制约堵住漏洞 我们注意到在这一份百人名单中 有部分是女性 而其实在外人看来 这些女性他们应当有着不错的人生规划和人生前景 是怎样的原因导致他们铤而走险 走上犯罪乃至是外逃的这条路呢 我们看这份榜单上面确实有不少的女性 23名女性 这个数量的确不少 这23名女性当中年龄层次分布是广泛的 既有臭名昭著的杨秀珠 这样一个参观 也包括很多的贪官 其实是因为自己的丈夫东窗事发才发现了问题 这里面有13个都是因为丈夫东窗事发的 你比如说河南的一位厅局长被查之后 1900万的受贿的项目 挪用公款的项目 说有1100万都是自己妻子经手的 所以当他们东窗事发之后 自己的妻子也会抓紧往国外 很多的贪官在布局的时候 就把自己的妻子孩子先送到国外去 这也恰恰反映了一部分在外的设下公案的人员 他们本身跟丈夫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我们说反腐败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管束好自己的家人是反腐败题中应有之一 这一次通过梳理这个榜单 我们也能看出这一点 这一次中国官方公布百份全球追逃红色通缉令 相关的做法在中国上述首次 有专家评价称这是中国反腐进程的一次历史性突破 那么对于这个部分我们想请教王先生 您用怎样的观察 的确过去我们在追逃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的问题 我们追逃的过程中发觉当贪官藏匿在外的时候 一他们的藏匿方向我们不知所踪 第二在某些与某些国家没有双边引渡协议的情况下 我们想要海外追逃难上加难 但这一次我们借助国际刑警组织通过发布相应的红色通缉令的方式 其实走了一条非常有效的途径 我们都知道国际刑警组织它所发布的通缉令分七种层级 红色是最高的层级 也就是说这些人所犯下的案件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向国际刑警组织移交相应材料的时候 证据确凿让他明白的确这些人是因为贪污腐化 因为植物侵占等等原因造成了巨额的损失 证据确凿 另一方面借助国际刑警组织的手段 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天网布的更广阔 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一方面让海外的贪官过去逍遥法外 生活的有的还很好 买大房子过着很舒适的生活 这一次是强力的震慑 另外对国内的很多官员也是一种震慑 你过去国内的官员说我拿点钱 我逃到国外去 今后这条路恐怕是越走越窄 到最后你会走不通的 好的 谢谢王剑先生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 据环球时报援引路透社的消息 4月21号 有菲律宾活动人士指责中国海警在所谓争议水域 用水炮驱赶菲律宾渔船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随后表态称 倘若情况属实 这将是一种挑衅行为 是寻求外交途径解决纠纷努力的退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2号对美菲的说法予以了反驳 他说中国公务船在黄岩岛海域进行职守 并依法维护该海域正常之旅 中方要求非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 加强对本国渔民的管束和教育 停止一切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权益的行为 相关话题 我们再来连线两位时事评论员 分别是北京演播室的王剑先生 还有台北演播室的邱宇教授 首先我们想请教一下两位 对于菲律宾方面这些无端的指责 有着怎样的观察 我们看菲律宾可能或许真是有些健忘了 过去南海地区 虽然大家存在不同的领土领土的主张 但基本上相安无事 我们采取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举措 但是就是在黄岩岛附近 当时我们的渔民受到菲律宾水井的无端的驱逐 当时追着中国的渔船走 我们采取了果断的行动 时光过了几年之后 我们现在看中国对于黄岩岛地区的控制 是牢牢的把控在手里 我们实际掌握着黄岩岛整个海域的控制权 而菲律宾又跳出来 对此表示抗议 不知道这个抗议究竟抗议的是什么 因为黄岩岛隶属于中国 中国对黄岩岛地区拥有主权 这是无可争辩的 所以不管怎么讲 菲律宾对此次行为表示抗议都是无法让人理解的 包括我们看到菲律宾在长滩岛的军舰坐滩等等事件 那非常非常的恶劣 首先当你指责中国的时候 先要想想自己的言行是不是有意义于地区的和平 还是激化了相应的矛盾呢 黄岩岛本来就是属于中国大陆所有的 主权管辖权都在中国大陆的手里头 那里菲律宾的渔船侵入了别人的海域里面 进行非法捕鱼 那中国大陆的公务船当然要驱离啊 而且只有水柱来驱离啊 可是你菲律宾的海警部队 你是怎么对待台湾跟大陆的渔船的 遇到台湾的渔船 你们的海警部队开枪把人家打死啊 遇到了中国大陆的渔船 也一样是逮捕了受法院了还拘禁了 你怎么不讲讲你菲律宾更加野蛮的行为呢 所以这个真叫做从这里就看出来 菲律宾了真的是马不知脸长 自己做贼还喊的抓贼 这个行为是非常的不要脸的 在过去的几天其实我们一直都谈到 代号为肩并肩的非美联合军事演习 是在20号的时候登场 那么其实它的部分的演习地区是靠近中国的黄岩岛的 我们知道美菲之间的军力装备 还有训练水平相差悬殊 根本无法进行所谓的联合作战 可以说这个演习充其量只是一场演戏 我们想来请教一下 那么这一次非美之间的联合军演 它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 是不是像有一些说法就是来针对中国的 美菲之间的联合军演的针对性是非常强的 就是针对中国大陆 其实美菲揭秘间的联合军演 已经进行了31次 这么长期的联合军演 这一次规模最大 而且这一次还有澳大利亚的军队参与 而它三秒里市海军基地演习的地方 离着黄岩岛只有220公里 再加上开幕之前的记者会 很明显的它是针对中国大陆的 而这样的一个联合军演 进行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规模搞得这么样的大 它有用吗 就是四个字 叫做狐家虎威 也就是菲律宾的总统阿基诺 想借着美国的皮 虎皮 来为菲律宾壮胆 要为菲律宾壮声势 事实上我们看 菲律宾的军事能力确实很差 连一架像样的飞机都没有 双方在一起进行所谓的军演 也是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 根本没有太多的实质性的提高 作战能力的考量 只是一种行为艺术 来表达自己的一种态度 但我想对于这样的态度 当我们对黄岩岛地区 对周边海域拥有无可争辩主权的时候 你的表演就是赤裸裸的一幕政治秀 这没有任何的用处 好的 谢谢两位的点评 再来看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法新社4月22号的报道 新西兰总理约翰基22号 公开的向一位咖啡馆的女服务生道歉 这名服务生在新西兰政治网站 每日博客发布内容称 自己至少有6次被总理拽住了头发 尽管他曾经明确的表达了不满 甚至警告称 若约翰基继续这样做 自己就要揍他 但是约翰基并没有停止这一行为 而约翰基的夫人 也曾经劝阻自己的老公要停止一切的行为 但是约翰基表现得毫不在意 那么这名女服务生还表示说 自己是被这位保守党的领导人气得是直掉眼泪 而据报道 约翰基在向服务生表达歉意的同时 还表示说 自己只是闹着玩的 并无恶意 并且给了服务生两瓶酒 闹着玩的并无恶意 这些词从一个国家总理的口中说出来 总觉得不靠谱 堂堂总理像是学校操场上喜欢欺负别人的熊孩子一样 这到底是好玩还是好笑呢 还真说不上来 我们再来看 在本月初发生在英国伦敦的珠宝窃案的现场 当地时间4月22号 英国伦敦知名珠宝交易区哈顿花园的窃案现场曝光了 按照之前一些媒体的说法 窃贼可能是事先藏在大楼内 等员工离开后现身 从一处电梯井顺着绳子滑下 进入到地下的保险库 据报道 估计大约有价值2亿英镑 折合18亿人民币的珠宝和现金失窃了 被窃贼洗劫的保险箱中 可能有珠宝 铭表 钻石等贵重物品 而其中一个商户 此次被盗的珠宝等物品是价值就高达了5万英镑以上 那么这有可能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盗窃案 而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因涉嫌此案而被捕 哈顿花园保险库公司 自称为伦敦最成功的保险库公司 长期以来从事着珠宝保管服务 很多附近珠宝店的老板 都将珍贵的存货存放在这里 并且将其视为安保最严密最安全的保险箱 可就是这样一个坚固的堡垒仍然是失手了 我们只能说是防不胜防案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俄罗斯 4月22号 俄罗斯媒体公开了 为国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的大彩排画面 主要展示了陆军重装备武器 其中有不少令人期待的新型陆战装备是蒙着头部 那其中就包括了新型的T14主战坦克 应该说T14的设计理念最具创新的一点 就是它的无人炮塔布局 三人车主全部布置于车体内 这使得炮塔不需要载人空间 从而给战车防护与轻功火力的最优化设计 提供了空间基础 在这一点T14很具开创意义 现在我们看到T14的资料图片都是蒙着头的 一方面就是军事上的一个保密需要 另一方面就是这种坦克 现在还没有进行部队的测试与试用 炮塔外形尚未最终定型 还有很多尚待完善之处 所以说这个还不是最终版 可能以后在外形包括一些设计方面还有一些变化 下面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带您关注 综合外媒报道 一架小型无人机22号上午被发现 坠落在东京千代田的日本首相关底屋顶 机上是携带有小型的摄像机和可疑的容器 无人机为何能够顺利的进入到国家首脑的所在地 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李孔志 欢迎您带来深度分析 不要走开 广告回来继续新闻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综合外媒报道 一架小型无人机昨天上午被发现 坠落在东京千代田的日本首相关底屋顶 机上是携带着小型摄像机 以及类似发烟筒的物品 还有一个带有着辐射警告标识的塑料容器 那么事后证实 日本警方竟然真的从该无人机上测出了微量的辐射反应 我们且不算这个令人疑虑的不明辐射物 那么这已经是在世界范围内 今年第二起的无人机入侵到国家首脑所在地的敏感事件 这架坠落在日本首相关底屋顶的小型无人机 直径约50厘米 有四个螺旋角 机上携带一架小型摄像机和塑料容器 该塑料容器直径约3厘米 高约10厘米 里面装有不明液体 容器上还贴有放射陷阱告标识 媒体画面显示 大批警察聚集在日本首相关底的屋顶上 而无人机则被蓝色防水部所遮盖 报道称 经检验 这架小型无人机外侧确实含有辐射反应 昨天下午 小型无人机上的容器已被日本警方移出首相关底 警方正在调查 究竟是谁释放了这架小型无人机 以及无人机是何时坠落的 据悉 日本首相关底是一座地面五层楼高的建筑 其顶楼就是日本首相和内阁官房长官的办公室 报道指出 因为此前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曾扬言要杀害日本人 所以首相关底职员发现屋顶有小型无人机后 一度充满紧张气氛 不少日本媒体还出动直升机进行采访 不过东京警视厅目前还未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 日本媒体称 小型民用无人机通常被用于农业 防灾 警备 航拍 但近年来 随着民用无人机技术的蓬勃发展 它被应用在更广泛的领域 也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今年一月 一架民用小型无人机坠落在白宫南平 这一意外事件就引发了外界对白宫安全的担忧 根据报道 世界民用无人机每年有380亿美元的市场潜力 但各国对无人机的管理仍处于初级阶段 面对这一新兴发展的行业 该如何立法 如何监管 各级安保如何应用与防范无人机 都成为了热门讨论的话题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台北演博士 清零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河南 就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在台北演博士邀请到的是 中文化大学邱毅教授 教授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中文化大学李孔志教授 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大家好 这几年无人机技术可以说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更加的轻便 也更加易于操作 用于更广泛的用途 价格也相对的便宜了很多 但是也制造了一些麻烦 昨天我们看到还是有无人机停在了日本首相府的楼顶上 两位在这件事情怎么看 教授 在日本这件事情是引起高度重视的 你在整个这一个无人机坠毁的残骸里面 最主要发现的一个塑料瓶 这塑料瓶里面有不明液体 而更加发现这个不明液体的里面含有所谓的辐射微量元素 也就是射134 134 137 那这代表什么呢 你知道安倍要宣布重启核电站 在日本是引起高度争议的 日本在国内有很多激进的环保人士 对于安倍要开放核电站是高度不满的 认为对日本人民的安全造成重大的威胁 可是安倍非常的固执 所以你认为这有可能是一切精神事实上 他也被扶射一下 这个就是所谓的警告 所以基本上他是有心人士 特别从辅导的核电站的现场 找到泄露污水里面 然后用这个东西在无人机上面 让他操控罪毁在首相的官邸 那么用这个来警告安倍 安倍的政府说 你如果开放核电站 我们有可能下一步有更激烈的行为 甚至用这个制造出来一个新闻 一则警告安倍的政府 二则也影响到法官在裁定核电站 是否重启判决的新政 我首先补充一下 刚刚邱教授发表的看法 我完全同意 但是我再补充安保的问题 我觉得相当的安保一定有做 可是对于这个目前最新的科技 无人机的科技进步 技术发达 可能有些地方是力有未带的地方 现在无人机如果知道 它只有四个小的螺旋推进器 但是它在制空期间 它的推力 它的稳定度 它的摄像功能 其实都非常完整 所以我在猜 它可能有某种程度的话 有防撞的装置存在 也许它可以躲避相当程度的安保的设计 所以这是未来一个各个国家 可能都要去重视的一个课题 其实无人机现在用处很多 像东南卫市去年刚刚推出一个大型节目 这个查道生兄弟 其实我们用大量的用航拍 就是通过这种小型的无人机 为节目增色不少 但是它也确实造成了一些麻烦 都有哪些比较典型的例子 邱教授 美国大联盟可以说是受到全球的瞩目 尤其是在大联盟里面 有一个纽约的地铁大战 因为纽约有两个球队 这两个球队都具有高度的传统性 而且都非常的有名 而且都拥有庞大的球迷 那么大都会跟杨基之间 就是纽约很有名的地铁大战 那么两个纽约的球队要大战 所以双方也都采取了无人机的方式 去刺探对方的军情 这个是美国大联盟的情况 那在英国它的夹种足球 对 曼联也发生过 曼联也发生过 就是说你曼联教练的操兵 你的一个训练的训练的方式 甚至你可能要运用的一个战术的运作 那么透过无人机都会产生一个侦察的效果 那另外像有些地方 不是发生了这个急救吗 我急需要所谓的医疗的用品 或者急救的药品 透过无人机也产生了一个 非常有效而及时的一个救援效果 无人机的使用越来越广泛 它绝对不是我们理解中的 以前只是用在所谓的军事的范围之内 它在民间商业的用途 那么在整个情报的收集运送 甚至在制造这种花絮 跟你讲到的电影公司 电视公司 利用所谓的无人机的 所谓的空拍的方式 都可以 使节目深色不少 我想刚刚邱教授也特别回答到 就是说无人机的使用 过去在农业 在国防 在搜救方面 已经做了很大的贡献了 其实它也引起很多的话题 大家都了解 在红星演艺人员张子怡的生日party上面 汪峰跟他求婚 这个求婚的过程里面 就是无人机从高空搭配了浪漫的音乐 来到张子怡的面前 上面有一颗9.15克拉的钻石 我想那个是大家非常印象很深刻的一个话题 当然还有一个最新的一个事情是在这个澳洲的昆士兰 Google公司跟当地一个农场合作 他们不但是送货 而且是送狗需要的食物 狗食 直接把无人机送到空中 绳索把狗食直接垂降到地面上 那个地方的农场上面的狗就可以自动来取食 所以这都是很多无人机在民生方面的使用 其实也增添了它多丰富 多有趣的那一面 未来这个行业要怎么规范 包括无人机越来越多 越来越广泛的使用 它的法规怎么规定 你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行业更健康的发展 我们休假广州 我们再接着聊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欢迎您继续收看 我是叶青林 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关于无人机引发的一个话题 目前各国对无人机的管理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 按照国家民航局的规定 今年4月起 无人机驾驶员资质及训练质量管理 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 也就是中国的AOPA来负责 这也是我国首次对无人机驾驶员的一个资质培训 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分析人士就认为说 这迈出了无人机正规化管理的第一步 也有人认为说 目前中国关于对无人机的这个法规管理政策 跟美国相比较的话 中国是优于美国的 教授你怎么看 不管中国大陆是优于美国还是落后于美国 基本上现在全世界对无人机的管理上的法律 都是不够周延的 因为它毕竟是个新兴的产业 就无人机这个市场的供应链来说 它有上游的研发跟设计 它有中游的制造 它有下游的无人机的应用 那就这三个部分来说 我们在研发设计上面 目前法律的规范是不足的 那就它的整个应用方面 无人机的驾驶员的资格到目前为止 可以说是不够周延的 而无人机的应用的范围以及飞行的高度 恐怕以后都必须有更周延的一个管理的制度存在 所以当这个行业它越来越受到瞩目 它的整个市场的获利性越来越高 它的整个市场的交易金额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人才愿意投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它就更需要有它的游戏规则的规范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的话 那么世界各国尤其几个最重要的无人机的生产的国度 例如像中国大陆 那么对于无人机的整个的管理的规范 应该要让它更健全的赶快出入 我觉得在民航主管机关来看的话 这个无人机的使用通常是在 这个空域是在低层的航空空域 也就是说在目前的低层 1000公尺以下的空域的管制的部分 目前其实各个国家对这方面的立法是欠缺的 那么这个部分可能要做搭配 来做个配套的改进 首先是个好东西 第二 前景无限好 所以就更需要有更好的规范游戏规则 来保证它健康的发展 好 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把时间交换到福德远博士 贺南 好的 谢谢台北博士 下面是广告时间 我们先休息一下 至于智利信使报4月22号报道 当地时间22号晚上6点 智利蒙特港附近的凯尔布科火山爆发 喷发出的火山灰高达2万米 火山爆发以后现场的画面犹如电影一般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